夏天電梯會集樓上樓下阿姨大叔 和剛打完球高中生汗臭味 好不容易擠上捷運 總是一呼吸就想奪門而出 別氣別到以為在躲殭屍 唉 有這麼誇張嗎? 每一支 每一支動之士 汗不都是水分嗎? 為什麼有些人的汗可以這麼臭啊? 汗線分成小汗線 大汗線 小汗線流的是水分 大汗線則會分泌勾勾勾的蛋白質產物 當蛋白質產物與皮膚表面細菌邂逅就會代謝成為異味 而大汗線通常分布在頭皮、腋下、胯下 就是你知道特別容易產生味道的部位 唉 那如果殺掉皮膚上的細菌 是不是就可以煎殺體臭呢? 可以啊 體香劑其實就是抗菌成分加上香味 所以跟止汗劑其實是相同不同塞乎的原理喔 哇哉哇哉 止汗劑裡面的主要成分鋁鹽 可以讓皮膚表層細胞 種種種漲到堵塞整個汗線開口 汗水吃了閉門根 就只能另循他路排出 也就沒辦法和細菌水乳交融產生臭的結晶囉 不過還有一點 止汗劑不是防曬乳 不會馬上擦馬上止汗 你最好在偶爾捆錢塗抹在乾燥的皮膚上 早上起床沖洗乾淨 就可以清爽的出門啦 原來如此 那我要存止汗劑 讓大家香香的 確定不會太失禮嗎? 嘿蜜粉們 如果你的隔壁同學有糊塑 你會怎麼做呢? 1. 倒送他 2. 忍下去 3. 微晚的送他一瓶止汗劑 4. 告訴我們 你會怎麼做